阿龍是他們在說什麼是總統跟你說的 2012大選中天最在地中天最靠近 請下鑽槍大聲喊出來 選舉發誓吐鑽白 11月15號起每週一到週五 天天帶你走歸走 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蔡英文 現在陷入了宇昌投資自肥的爭議 那麼他一直強調說 沒有參加宇昌籌設的過程 結果經濟會拿出了文件 說96年3月的時候 那時候蔡英文距離卸任副格魁 還有兩個月 他就已經名列投資說明會的簡報上面了 結果民進黨又拿出相同文件 說國民黨那份文件上面寫什麼3月 那個是偽造上去的 民進黨說說明會是8月 而當時蔡英文已經卸任 追打蔡英文宇昌自肥案 國民黨立委出示文件 指蔡英文宣稱 行政院副院長任內 沒參與宇昌投資 是說謊 3月21號核准之前 原來真的 他這個批示公文之前 公司真的已經存在 這個名字已經存在 經濟會提供宇昌生計前身 TimeMate當年募資說明書 赫然發現2007年5月 才卸任公職的蔡英文 早在卸任前兩個月 就以行政院副院長頭銜 還翁起會等人 獵民宇昌投資案的主要負責人 3月31號 原來已經有這樣子的法人說明會了 那是不是蔡英文准給蔡英文 認為蔡英文利用職務主導宇昌投資 藍軍指證立立 但民進黨隨即拿出另一份文件 強調真正投資說明會是8月18號 蔡英文已經卸任 國民黨版上註明3月31號的字眼 是偽造上去的 有人倒菜都 把8月份已經決定由蔡英文 要出任董事長的文件 把它誤植為3月31號 這個是偽造文書 你也說清楚 是怎麼造假法 你們認為徹頭徹尾 這個就是我們自己 國民黨黨團用電腦打出來 民進黨拿出文件反控經驗會 和國民黨作假 把8月說明會簡報說成是3月 揚言劉映如下午3點前不道歉 就要提出告訴 周杉豬建委的臺北綜合報導